新手村中隐藏的第三个强大的生命体 你知道它是谁吗 如果你不知道在评论区中打出194 我带你看到其中的真相 小伙伴们它要比卡卡和妮妮还要强大 没有错就是身后的这个旗帜 而小伙伴们如果你们玩迷你世界够久的话 你们就会知道这个旗帜它可不一般 它是虚空兽的简笔画 你们可能心中有疑问 但这不要顶 我来带你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召唤虚空兽需要我们摆出祭坛 当我召唤出虚空兽的时候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个时候虚空兽它就会向我发起进攻 而这个进攻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姿势像极了新手村中 卡卡和妮妮左脚右脚下方的这个旗帜 而这个旗帜正好就是虚空兽的简笔画 为了严谨期间 我来到了迷你世界最老版本 在最老版本中 小伙伴们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卡卡和妮妮 它们的左侧和右侧 根本没有旗帜 你们看 妮妮的右侧根本没有旗帜 而卡卡的左侧也没有旗帜 因为虚空兽是近期才更新出来的 所以小伙伴们 其实在新手村中隐藏的强大的生命体 那个人就是虚空兽 你们知道了吗